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江亦回国了 还带了个小豆丁 我看着那张眉眼异常眼熟的脸 虚心求教 这位是,看不出来 我儿子,文言我一愣 随即竖起大拇指 一眼就瞧出来了 小少爷小小年纪 就已经有了父亲的风范 一表人才 一看就是人中龙凤 大概是我彩虹屁吹的有点过 现场氛围略显尴尬 连那孩子听完 都害羞地往江亦身后躲了躲 不管怎么说 都是江亦的仔 本着跟未来老板套近乎的原则 我蹲下身子笑着问 小朋友,你几岁了呀 小家伙探出脑袋 怯生生朝我比了四根手指 江亦跟我结婚三年 如今突然冒出来的小孩四岁 我安慰自己 江亦还是有点职业素养的 至少不是婚内出轨 算给我了个体面 原以为这件事跟我关系不大 没想到晚上江亦找到我 有件事需要你帮忙 江家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 他母亲那边最近出了点情况 后续会有我继续抚养 我没吭声 直到他还有后话 果然 江亦继续说道 我要给他一个身份 需要你把他认下 这是计划外的事 我会在协议基础上 额外给你补偿金 这次我终于听懂了 江亦无非就是想说 这孩子是我们俩生的 利用合法的婚姻关系 让他堂堂正正住进江家 我有些犹豫 三千万 老公 咱儿子叫啥 江一元 好嘞 我这就去帮袁然收拾房间 两年三千万 别说让我给人当妈 就是当孙子 我都愿意 一直折腾到十一点 隔壁儿童房的哭声 才渐渐停歇 卧室的门被推开 江亦疲惫地走了进来 瞥了眼正舒舒服服看电视剧的我 冷哼了声 你倒是清闲 我想说也不是我儿子 但感觉挺没劲的 就没接茶 江亦已经洗过澡 自然地先开被子 躺在我身边 没过一会儿 一双大手俯上我的腰 我有点困了 生气了 我反应了片刻 才意识到江亦说的是什么 没有 有什么要问我的 我有点疑惑 问什么 我明显感觉到江亦那边冷了下来 随后他翻身整个人压在我身上 动作都带了粗鲁 我知道躲不过去了 叹了口气 还是顺从他 毕竟一个多月没见 我也并非完全不想 一个小时后 室内趋于平静 我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精神彻底涣散 江亦好像喊了我两声 我嫌烦翻了个身背对着他 江亦笑了笑 用完就丢 小白眼狼 我懒得反驳 低眼很快睡着了 隔天醒的时候 江亦已经上班了 客厅里 只有江亦元在沙发上自己玩小汽车 乖巧安静 吃过早饭了吗 江亦元点了点头 然后折纸餐桌 上面还有剩下的包子和豆浆 应该是让我吃早饭 我觉得有点奇怪 好像从没听过江亦元说话 保姆很快就到了 见小孩有人照顾 我叮嘱了两句 也出了门 路上我突然收到了条信息 是个陌生号码 谢谢你答应照顾我和阿易的儿子 莫名其妙 我直接把号码拖入黑名单后删除 压根没放在心上 我跟江亦在一个公司 只不过她在顶楼办公 我在二楼的人事 今是大瓜 咱们江总恋爱了 打完卡钢坐到工位上 张玲玲就捧着手机 匆匆跑过来 我心一紧 下意识就以为我们的事儿曝光了 紧接着就听张玲玲继续说 白潇雨就那大明星 卧槽 两个人在美国私会一个月 胆子够大的呀 不过男才女貌的 还挺养眼 绯闻女主不是我 我莫名松了口气 点开手机 果然相关词条已经位居榜首 新闻里 白潇雨和江亦并肩走在美国街头 姿态颇为亲密 我搜了下白潇雨的照片 莫名觉得她跟江亦员有几分神似 感觉自己好像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豪门逆心 赶紧关上手机 敲了敲张玲玲的头 拿着三千的工资 就别操三千万的心 赶紧上班了 张玲玲吐了吐舌头 重新跑回了工位 我又想到今天收到的短信 迟来得有些后悔 早知道是白潇雨的电话 就保存一下了 将来卖给狗仔 应该也能狠赚一笔 后续我也没再关注那个新闻 忙了一中午正要吃饭 意外接到保姆的电话 莫小姐 人人一直不肯出来吃饭 江先生电话也打不通 要不您回家看看 这是真把我当他妈了 面子活还是得做 路上给江义发了短信 大概说了一下情况 他没回复 我猜应该是还在开会 保姆脸上带着担忧 你早晨一走 圆圆就回房间了 到现在都不出来 问他也不说话 我刚去敲门 才发现反锁了 皱了皱眉 我也跟过去敲了敲 圆圆 能开下门吗 等了几分钟 门咔哒一声开了 保姆立刻大喊 我的小祖宗爱 你可吓死我了 声音太大 江医员眼眸不安地闪了闪 人也跟着往后缩了锁 这副样子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万幸江医员跟我还算乖巧 被我哄着吃了点东西 结果等到我要上班的时候 这孩子却不愿意了 他也不开口 就在后面揪着我的衣服 可怜兮兮的 我有点头疼 试图跟他说道理 我先去上班 晚上回来陪你玩好不好 男孩眨巴着眼睛看着我 眼珠子雾气疼疼 最后我没办法 又给江医发了条信息 原人状态不好 要是你有时间 也回来一趟 结果都快到上班时间 江医还是没回我 江医员不肯自己在家 我手头还有工作 不得已我只能跟部门经理打个招呼 直接把江医员带到公司 怕江医担心 我还特地留了个言 张蕴蕴看见江医员特别激动 这是谁家的小孩 也太帅了吧 我弯了弯唇 也觉得江医员好看 回了句 亲戚家的 结果话音刚落 就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 江医员 在旁边乖巧看书的男孩眼睛一亮 跳下凳子 直接扑进了江医怀里 大家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办公室安静如鸡 都齐刷刷地看向我 只有张玲玲 不走脑子地问了句 范范 你的亲戚是江总 紧接着 大家的表情都变了 连江医都挑了挑眉 似乎等着我的回答 我跟江医属于隐婚 自然不能在这个时候 暴露我们的关系 于是我灵机一动 我在江总家的兼职保姆 保姆 我点了点头 就缺钱吗 江总看我可怜 允许我周末去他家打扫卫生 张玲玲知道 我家条件一般 我不知道 对 对不起啊 见他们信了 我松了口气 结果抬头 就对上江义的视线 保姆啊 他重复了一遍这个称呼 我立刻意识到 我们的江总 又不高兴了 江医员被江义带走了 很快楼里 就开始疯传小家伙 是江总的私生子 甚至还有不少人 跟我打听 我不知道 我跟江总不熟 真不清楚 大家发现件 似乎问不出什么 终于消停了下来 我有点不高兴 给江义发了条信息 你怎么直接就过来了 不是你让我有时间接他的腰 我有点无语 我是这个意思吗 结果他紧接着就发来一条 没开车 下班带我跟袁袁回家 听到这个 我整个人就不好了 原本我就处在风口浪尖处 这个时候再被同事发现 我跟江义有牵扯 岂不是自寻死路 犹豫了一下 我还是决定采取 稍微折中一点的办法 您能在稍微远点的地方等我吗 比如 我想了想 出了公司右转800米 有一个十字路口 然后再向左走500米 有一家便利店 你带着袁袁在那边等我 我直接在家里等你好不好 那最好不过了 没等我回复 那边冷冰冰传来几个字 六点 第一 好的 六点一到 周围的同事纷纷起来准备离开 我事先溜去洗手间 戴上了一个硕大的遮阳帽和口罩 偷偷摸摸把车开到B1 看见我的装扮 江义面色往下沉了沉 我就这么见不得人 主要我是怕 万一咱们被人瞧见 有人质疑您的品位 跟在后面的江义员 好奇地仰头看着我 我摸了摸他的脑袋 上车 江义抿唇 直接拉开副驾的门 我一愣 你让袁然自己坐后面 江义挑眉 一副不然的表情 小朋友自己坐不太安全 然后车门被重重关上 江义单手拎着江义员的衣服 把人丢上后座 随后自己也坐了上去 整个车厢都弥漫着我很不爽 别来惹我的气息 我摸了摸鼻子 没敢吭声 晚上到家 江义就跟大爷似的 往沙发上一坐 简单做个糖醋小排 咖喱牛肉 再炒两道素菜就行 我不确定 这是跟我说呢 谁是保姆 我跟谁说 我瞅了眼江义 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人这么小心眼 洗了洗手 我走到厨房准备做饭 江义员跟过来 眨巴着眼睛 站在我旁边 要帮忙 男孩使劲点了点头 我想了想 搬过来了一把小椅子 放在水池旁边 然后把蔬菜放进盆里 洗干净 将衣员踩上椅子 门头开始干活 嘴巴因为认真 不自觉嘟起来 脸蛋红扑扑的 让人忍不住亲一口 实际上 我也确实这么做了 男孩一愣 从脸颊红到了耳根 两颗眼珠子 跟进了水似的 养着脑袋 朝我眨了眨眼 表情呆萌呆萌的 人人洗得真干净 小孩咧嘴笑了笑 手上的动作更卖力了 哈 站在门口的男人 看见这一幕 突然冷笑一声 我扭头 只看见 这人离开的衣角 咱也整不明白 这种人 怎么能生出 这么可爱的儿子 晚上 姜依依然睡着 我才从男孩的卧室出来 一出门 就被男人的手抓住 打横将我丢在床上 可以睡觉了 我惊呼出声 随即倾笑 对不起 保姆不提供 陪睡服务 不好意思 我们家得陪 那我这就给 王神打个电话 说着我爬起来 准备拿手机 姜依反应过来 直接攥住了 我的双脚 将我重新 拉回他身边 故意的 我笑得眼睛眯起来 姜依捏住我鼻子 逼我了一天 欠收拾 说着稳住了我的唇 呼吸逐渐急促 渐入佳境时 突然听到了一阵哭声 我俩聚失一阵 别理他 姜依不想停 但紧接着 就传来敲门的声音 姜依瞬间就尾了 趴在我身上 喘得粗气 你去开门 我要穿衣服 姜依磨了磨牙 欠了他 你儿子 姜依冷哼 我可没这么黏人 此时我特别想问一句 你确定 但碍于身份 我还是选择克制 姜依臭脸 将孩子领进来 我这才发现 姜依员居然手里 还抱着枕头 进来之后 迈着小短腿 飞快爬上床 把枕头放在我旁边 咧嘴朝我笑着 眼睛上的泪珠子还没擦干净 我擦了擦他的脸 轻声赤了句 又哭又笑 小猫尿尿 我带你去自己的房间 姜依员不肯 姜依黑着脸 又重复了一遍 姜依员索性 直接不看他罢了 把脸迈进我怀里 只露出一个倔强的屁股 换了新环境 估计是不适应 要不先让他在这边睡一晚吧 姜依瞥了我一眼 哼了句 你倒是角色进入得挺快 我吭声 姜依不情不愿地躺下来 这是默许了 姜依员睡不着 我随便翻出了一本书 给他念童话故事 念着念着 小家伙抓着我的手逐渐放松 呼吸也均匀了下来 我声音停住 刚要把书盒上也准备睡觉 就听到男人开口 然后呢 什么然后呢 姜依皱眉 风把小猪的家吹跑了 然后怎么办 他们住哪了 我看了一脸认真的姜依 一时间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故意的 把书往旁边一丢 闭眼说了句 祝你家了 姜依轻笑 然后嗡了声 两只小猪都住我家了 最近我在姜依员身上 投入的经历越来越多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毕竟我跟姜依的婚姻 本就不是正常状态 我这个妈也只能维持两年的时间 我告诉自己 我都是为了对得起那三千万 才不是真想给姜依员当妈 周末 快下班的时候 张玲玲突然神力兮兮 把我拽到旁边 双手合十 范范 穷一个事 晚上有场联谊 原本约好的小姐妹放我鸽子 反正你也是单身 帮忙顶一手 不去 就急呀 这次联谊的男方质量可高了 我发誓跟歪瓜裂枣的不一样 张玲玲作为大龄女青年 每天都战斗在相亲前线 你要是不去 我就真不知道找谁了 原本说好的两男两女 现在就剩我自己算什么回事啊 真不行 我面露难色 我不是给姜总当保姆吗 她晚上有应酬 我得回家照顾原原 那就把小朋友带着呗 张玲玲晃我的胳膊 里面有一个男的 正好是儿童心理医生 她肯定能照顾好小朋友 儿童心理医生 我一愣 突然想到 原原从到家就没开口说过话 点了点头 还是答应了 给姜亦发了信息 告诉她 晚上我会带原原出去吃晚饭 男人回复的倒是快 直接甩了个OK的表情包给我 自从姜亦原来了之后 我和姜亦联系的频率明显增加 甚至还会彼此 主动汇报对方动态 我捏了捏鼻梁 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玲玲说的儿童心理医生 名叫许易 鼻梁上架了附近丝矿眼镜 长相文质彬彬的 看见我带着姜亦原 面上也没有多惊讶 低头主动跟小朋友问好 姜亦原性格还有点腼腆 害羞的躲在我后面 看样子是不讨厌对方 主人公是张玲玲 饭间我便也没怎么开口 始终照顾小朋友吃饭 幸好张玲玲很快就和对面的男士聊得火热 两个人有来有往的 完全不显冷场 相较之下 我和许易就比较沉默了 我有些抱歉 其实今天我是被临时抓过来的 连小朋友都没来得及安顿 没和你说清楚是我的错 这顿饭我请算是给你道歉 不用 我很喜欢圆圆 许易笑了笑 问我 她一直不爱说话吗 我没听过她开口 然后我忍不住又问了句 小朋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可以治疗吗 我知道圆圆不是哑巴 她哭的时候声音很嘹亮 心情好的时候 我甚至听过她笑出声音 许易想了想 排除身体情况 更多的我们要考虑她的心理状况 以前她有没有受过什么打击 或是有过什么不愉快的经历 我答不上来 许易没勉强 慢慢来 可以治疗的 等小朋友有了足够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之后 或许能得到缓解 说完她递给我了一张名片 有需要 随时恭候 我们这是联谊失败 但成功建立了医患关系 许易扬眉 或许 联谊也不算失败 我没去深究这句话的意思 吃过饭张玲玲和另一位男士 准备去看电影 我借口小朋友休息 准备先回家 许易主动起身 我送你 不用麻烦 我们打车就好 让你是独自回家 可不符合绅士风范 张玲玲在旁边点头 复义 范范你是坐我车来的 不把你安全送到位 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推举不得 天麻烦了 我抱着江亦元在门口等着 却意外看见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是江亦和 白霄宇 我抱着圆圆愣愣在原地 一时间不知如何反应 但下秒就听到白霄宇惊喜的声音 圆圆 女人飞快跑过来 几乎是瞬间 我感觉到江亦元抱着我的手臂 陡然缩近 她不仅没有任何愉悦的心情 甚至把头埋进了我的脖梗 拒绝回头看向那个女人 白霄宇已经走到了面前 她踩着一双恨天高 身上是刺鼻的香气 圆圆 是妈妈呀 你不认识妈妈了吗 江亦元里都没理她 两条短短的胳膊死死抱住我 生怕我把她放下 白霄宇有些恼怒 一双眼死死瞪着我 一定是你 教唆圆圆不认我这个妈对不对 我还未开口 江亦走了过来 白小姐 提醒你 不要忘记我曾经说过的话 白霄宇陡然停住 看向我的视线 带着厌恶 片刻后 她重新戴上墨镜 抬腿离开 江亦站在我面前 还没说话 许一的车便开了过来 我垂了垂眸 打扰江总 我先回去了 说完弯腰钻进许一的车 江亦站在车外 透过半开的车窗看过来 嘴唇拧成一道直线 许一也跟着回事了一眼 你们认识 公司老板 许一了然 点了点头 驱车离开 江亦的身影越来越小 我才忍不住松了口气 没关系的 我早就知道 她跟白霄宇的关系 又有什么的呢 但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就是该死的不舒服 白霄宇出现之后 江亦员明显不对劲了起来 一张小脸没有血色 满脸写着不高兴 甚至还变得更加碾我了 突然 我冒出了个想法 江亦员现在变成这样 或许和白霄宇有关 但我不明白 她不是她的妈妈吗 怎么会做出虐待这种事 我没有问江亦员 担心小孩子反应更严重 只能花更多的心思陪她玩 一直到晚上 江亦才回来 脸色跟江亦员有的一拼 看见我就问 她是谁 谁是谁 送你回来的那个 晚上你就是和她吃饭的 跟你没关系 江亦陡然冷了下来 我是想提醒你 根据协议 婚内出轨三倍赔偿 谢谢提醒 江总还是管好自己吧 别自己提的协议 到头来赔得个倾家荡产 得不偿失 我不喜欢和别人争吵 这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我去给人人洗澡 话落 江亦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 挡在我面前 硬是不让我离开 她是个男孩 所以呢 你对她这么好做什么 我吸个口气 男人钱财 为人办事也不行 说完 江亦冷笑 是啊 你还记得自己就是个后妈 说的明明是实话 但我还是憋不住了 她莫名其妙带着孩子回来的委屈 在这一刻全数爆发 我是后妈 那你就让她亲妈来 抢我不要了 总行了吧 说完我把手里的毛巾 往地上一丢 绕过江亦开门就往外走 你去哪儿 用不着你管 男人伸手要把我拽回来 这时候突然传来江亦员的哭声 方才吵架的声音太大 源源害怕了 江亦脚步迟疑了一秒 我已经跑了出去 我跟江亦结婚三年 我早就搬进了他的房子 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街头 电话突然响起 我看了眼来电 一股无力感又一次涌现 妈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 那头声音尖锐 这日的生活费你还没打 上个月你才要走十几万了 你弟弟上学不要花钱啊 我冷笑 一个高中生 哪能用到这么多钱 你知道我生你受了多大的罪 就因为你是个丫头 我这辈子都被婆家看不起 我养你弟是为了什么 你自己不清楚吗 不清楚 我吸了口气 我就是个普通人 你今天跟我要十万 明天跟我要二十万 你有没有问过一句 这些钱我是怎么来的 你搞不到这么多钱 凭什么觉得我能搞到 我确实有错 我就错在自己眼下 投胎到了你们家 电话挂断 我直接把手机关机 从小我就在父母的拳打脚踢中长大的 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个女孩 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个女孩 八年后我妈再次怀孕 如愿生了的男孩 我以为日子终于变好了 没想到 却是一切不幸的开始 弟弟检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 治疗耗光了家里所有的钱 撑到高中 家里逼我辍学 理由是供不起我读书 因为女孩读书有什么用 不如趁早工作补贴家用 后来我在北城打工遇到了江义 女孩子改变命运 只有一条路 就是读书 她帮我联系在北城念完了高中 又供我读完了大学 让我成为了一个体面的人 但我没想到毕业后 她会和我求婚 因为不得已的原因 我需要用一段婚姻 期限定为五年 之后我会给你一笔丰厚的报酬 几乎没有犹豫 我就答应了 因为江义对我来说 是恩人 但今天 我跟江义发脾气了 范昭帝 我听到有人喊我 名字在这一刻 充满了讽刺 我撑起精神回头 许医生 怎么自己站在这 我身上还穿着居家服 甚至脚上的拖鞋 还没来得及换 有点难为情 出来买点东西 许医没戳破我的谎言 买完了吗 送你回去 不用 家离得很近 我可以自己回去 没关系 现在刚好有空 真不用 许医苦笑 你好像特别喜欢拒绝我 你可以不用这么着急说拒绝的 就想说我 别人对你的善意不好吗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和我说这句话 许医继续说 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发现 你自我保护意识很强 某种程度上 和江一元小朋友很像 只不过你是成年人 比幼儿更懂得掩饰 我不知道你过去经历过什么 但是可以给我一个接近你 了解你的机会吗 至少别忙着拒绝 不用了 话未说完 我突然被一股外力拽了过去 撞进了一个坚硬的胸膛 她是我太太 我带她回家就够了 不劳许医生 上了车我才注意到 除了江一 江一元居然也在车上 小朋友困急了 倒在后排已经睡着了 手机怎么关了 对不起 我没替我妈找我的事 吸了口气 今天是我情绪不好 不该任性和你吵架 类似的情况 不会再发生第二次 抱歉 你还不明白吗 江一往外吐了口气 我生气 不是因为你和我吵架 是因为联系不到你 你贸然跑出去 电话打不通 我找了你多久 你知道吗 你是我妻子 你有撒娇 质问 吵架的权力和资格 但不要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我才没有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我小声嘟囔 况且 我才不敢和你吵架 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 你知道的 江一没回答 直到车开进车库 他才扭头 我和你在一起 是不是因为那纸合约 你真的不清楚吗 我们在一起了七年 我对你如何 你心里没数吗 心脏因为江一这句话 被猛地拉扯 忍了一路的眼泪 就这么直挺挺砸了下来 砸尽了我的手心 就是因为我知道 所以才委屈 所以才有情绪 江一捧着我的脸 吻去我的泪水 要怎么才能把你污热 白小雨真的是圆圆的妈妈 对 但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江一和我说 认识我这么久 我身边有什么人 你不清楚 好不容易把你养大放在身边 你觉得我还会给你逃离的机会 但具体的情况 我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最后再告诉你 可以吗 我咬唇点了点头 江一叹了口气 说了句乖 原本以为这件事告一段落 但没想到 隔天江一和白小雨的新闻 再次上了报 这一次 甚至扯出了江一元 白小雨疑似隐婚产子 老公直指富豪二代江一 随后就有网友爆出了 江一抱着江一元的照片 还有人拍到了白小雨和江一元 在美国生活的照片 直接将两人的关系一锤到底 白小雨似乎还嫌不够 亲自发了张自拍 并配文 谢谢大家的祝福 紧接着评论去炸了 恭喜小仙女喜提良缘 也请大家不要关注艺人私生活 请多多关注白白新作品 江一这个姐夫 我是认可的 青年才俊长的贼帅 之前盛世就有传他俩的八卦 我还以为是假的 没想到垂死了 因为这条新闻 江一家四周全都不满了 丁烧的狗仔 江一元也不知道 是不是感受到了这种紧张氛围 变得越来越敏感 担心出什么意外情况 我和公司申请了年假 专心留在家里陪江一元 这期间 我又收到了白消雨发来的信息 游戏结束 替身终于要消失了 我照例想把号码拉黑删除 但犹豫了一下 我还是留下了这条信息 晚上 我问江一 你会和他重新在一起吗 我和他从来都没在一起过 我想问 要是没在一起 江一元是怎么来的 江一没解释 从我身上拔了几根头发 借我用一用 几天后 新闻越闹越大 江家知道了江一元的存在 通知我和江一回老宅 我是害怕江一父母的 我出身不好 和江一结婚 江家是不同意的 但我不知道 江一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还是和我在一起 婚后我也没回去过 日子过得也还算太平 见我紧张 江一攥住我的手 信我吗 我点了点头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别说话 交给我 直到江一将一份亲子鉴定 递给江家父母 我才知道 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和范范认识了七年 早在他高中毕业 我们就已经是男女朋友 江一元是我和范范的儿子 我会公开 对媒体澄清这件事 江家二老眼底是止不住的震惊 胡闹 但是事已至此 他们也只能答应 临出门时 江母喊住我 叹了口气 什么时候 把孩子带过来 给我们瞧瞧吧 看了那张DNA检测报告 我整个人还处于震惊的状态 但在罪上面 确实是我的名字 这个检验报告 是假的吧 是假的 我就知道 我怎么可能生过孩子 我的记忆是完整的 根本没有什么小说里的狗血经历 不可能凭空冒出来个孩子 要是让江家查出来是假的怎么办 查不出来的 放心吧 回去之后 一直没回应的江易 直接发布了一条状态 已婚 妻子圈外人 江易元是我们的孩子 目前感情稳定 夫妻恩爱 相关谣言查清后会提醒诉讼 白小姐 法院健 同一时间 相关剧组 品牌商也跟着发消息 和白小宇全部暂停合作 白小宇到底干什么了 这回力度怎么这么大 卧槽江易这要牛逼 这么多代言说撤就撤了 还有粉丝为白小宇鸣不平 有钱了不起 要真没事 那些照片怎么解释 小宇是受害者 抵制娱乐圈霸凌 而从史之中 白小宇除了那张可笑的自拍 没再发过一条状态 也是这个时候 我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如果白小宇真的是江易元的生物 只要拿出证据就能证明 甚至也可以像江易一样 带着江易元去做基因检测 但他没有 我跑到书房又一次翻出了那张检测报告 上面只有我的名字 没有江易的 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 我想到未删除的信息 顺了号码拨了过去 那边是白小宇的声音 江夫人终于肯联系我了 江易元到底是谁的孩子 你真想知道 就去问你的好母亲啊 我不明白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白小宇冷笑 饭昭地 我得不到的 你也别想得到 说完电话挂断 我看着坐在客厅完汽车的江易元 脑子乱成一锅粥 男孩不知道我的情绪 朝我咧嘴伸手 喊我过去陪他 我待不住 王沈 你帮我照顾一下 远远 我出去一趟 到家的时候 家里只有范盛一个人 当年的病秧子 现在已经一米八几 养得又胖又壮 妈呢 打麻将去了 范盛嘴里叼着根烟 翘着二郎腿 坐在家里打游戏 17岁的男孩 整天不学好 跟着一帮混子 在外头吃喝嫖赌 和他老子一样 我不想跟他多说话 转身想直接去麻将馆 被范盛拉住 前几天跟你要的钱 什么时候打过来 我欠你的 范盛推散了我一下 你他妈欠我妈的 不得还 我欠他什么了 从我高中辍学打工开始 这家就像吸血虫一样 不停跟我要钱 你的病 现在住的房子 你打架交的赎金 你跟爸出去赌欠的高利贷 哪一个不是靠我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说这种话 那不是因为 你找了个有钱的男人 我回手给了他一巴掌 你他妈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跟他结婚 有没有在乎过 我过得好不好 范盛 我当你姐17年了 一条狗也能养出感情了吧 你长良心了吗 范盛被我一巴掌打傻了 我妈正巧这时候回来 风味一样冲过来 范昭弟 你怎么跟你弟说话呢 昭弟 昭弟 我厌恶死了这个名字 压下心底的怒气 你回来得正好 我问你 四年前 你对我做过什么 听到这话 原本还发火的人 眼神开始闪躲 什么做过什么 我不知道 真的跟你有关 我走过去 为什么现在有一个孩子 跟我DNA检测结果一致 四年前我出车祸做手术 是你全程陪在我身边的 你到底串通医生做了什么 就取了你几颗卵卖了而已 我是你妈 你什么东西不是我的 再说我要是不取卵去卖 你哪有钱做手术 是江易给的钱做手术的 你弟弟当时也需要钱 我双手颤抖 再也没想到原来真相会是这样 当时我上学出了车祸 江易在国外出差 打了一笔钱 给我父母 让他们带为看护 那段时间我还想 为什么一向冷漠的母亲 会突然在我住院期间 展现久违的亲情 开始我还以为是江易给的钱起了效果 没想到 是因为取卵 我想笑 却笑不出来 范盛此时也听明白了 什么取卵 什么孩子 你们在说什么 我看向范盛 又看向母亲 你们还真是一秋之河 烂到家了 从今天开始 我和这个家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是死是活 都别联系我了 说完我扭头就走 我妈还想冲过来打我 被范盛抱住 而我 已经没有任何力气 关心里面的争吵了 江易应该早就查到了吧 不然他不会始终照顾江易元 我后知后觉 为什么江易 在我住院之后不久 突然和我求婚 还把我的户口 签进了别墅 现在想来 说自己需要婚姻求是假的 想帮我脱离原生家庭 才是真的 他变成了我的丈夫 以后我的货西弹服 都将由他这个最亲力的人 亲自签字决定 我终于捂住脸哭出声 电话铃声响起 那边传来网审的声音 圆圆 圆圆丢了 有人伪装外卖员 把圆圆带走了 我第一反应就是白潇雨 是他 肯定是他 别急 警察已经在调监控了 江易握住我的手 会没事的 半小时后 我果然接到了白潇雨的电话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什么都没了 江易断了我的一切资源 就是想逼死我 白潇雨仿佛已经疯了 江易圆是我生的 凭什么喜欢你 我这么漂亮 这么有名 凭什么他们都喜欢你 这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 白潇雨 我要把你身边的东西 一个一个毁掉 这是你跟江易欠我的 是你们欠我的 警察还在旁边 根据信号定位位置 他们用手势 示意我尽量拖延时间 我吸了口气 你买走了我的卵子 生下江易园 为什么 因为江易喜欢你呀 白潇雨狂笑 当年要不是我想跟他表白 他没去赴约 我又怎么会帮一群小流氓侵犯 最后失去了生育能力 是他害的 都是他害的 他不是喜欢你吗 那我就偏要偷到你的卵子 找别的男人生的孩子 让他也体会一下 痛苦的滋味 电话挂断 身边的警察 飞速摘下耳机 已经定位到具体位置 现在出发 白潇雨把圆圆带到了破旧的工厂 见我们跑过来 他把江易元抱在怀里 手里还拿了把刀 你们别过来 不然我一刀捅死他 大概是怕小孩子哭闹 也不知道给他吃了什么 江易元小小的身子软啪啪的 始终闭着眼 白潇雨目前的精神状况 已经极度不稳定了 他死死盯着我和江易 刀尖在江易元的脖梗上 抵出血来 你把江易元放了 我过去行吗 我不忍心小家伙被这样对待 眼底含泪地 看向白潇雨 他是你十月怀胎生的 我相信你对他也有感情 对吧 不管怎么样 孩子是无辜的 你把他放下我去 说着我往前走 江易一把拽住我 我看向男人 轻声说了句 就让我去吧 我已经没有亲情了 我不想江易元 也被人这么放弃 江易手松了一瞬 我跑向白潇雨 白潇雨反应也快 放下江易元一把抓住我 此时江易元缓缓睁开了眼睛 看见这一幕撇嘴就要哭 圆圆 别怕 大家在做游戏呢 我尽量忽视脖梗处的那把刀 吸了口气 你去找爸爸 让爸爸带你回家好不好 江易元抱着我的腿不肯动 这一幕却刺激了白潇雨 他看向江易元 你不是不喜欢我吗 今天我就让你亲眼看到 你喜欢的妈妈死在你面前 这样你以后 就只有我一个妈妈了 说着她手陡然用力 江易迅速扑过来 刀被撞开 没想到白潇雨却又从口袋 掏出了一把水果刀 直挺挺朝着江易元刺过去 我下意识挡在了江易元面前 那把刀直接插进了我的腹部 一股被撕裂的疼痛 从腹部蔓延开来 晕倒前 我听到了江易元的声音 她喊 妈妈 我的圆圆会说话了 我想笑着应声好 只可惜 现在的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浑身像是被车撵过 疼得厉害 不自觉哼出声 身边立刻传来一道声音 醒了 睁眼 我就瞧见一张特别帅的脸 男人皮肤白皙 五官深邃 只是眼底的红血丝稍微影响了逆天的颜值 我脸瞬间就红了 你是谁 男人明显一愣 随即喊了医生 一群人围在我身边开始检查 从始至终 男人都没离开 一双视线直勾勾地盯着我 两久 医生才说 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出现了失忆情况 不排除重大创伤后的应激反应 具体可能得咨询心理方面的专家 片刻后 男人才走到我身边 我叫江亦 是你丈夫 我们结婚三年 有一个四岁的儿子 您叫江一元 很可爱 长得像你 每天下午都会来医院陪你 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他 我眨眨眼 捕捉到了漏洞 结婚三年 儿子四岁 江亦顿了一秒 随即说道 情难至今 婚礼往后拖了一年 文言 我脸更红了 我不怀疑江亦的话 因为从看见他的第一眼我就知道 我喜欢他 几天后 我出院了 江一元牵着我的手 一路上不停喊我妈妈 就像个小麻雀 江亦嘴角带着笑容 拎起病房里收整出来的东西 我们回家 我也笑了笑 好啊 回家 一个月后 新闻爆出大明星白小宇出事了 据说是在被捕的路上 被一名狂躁歹徒持刀刺杀 当场毕命 带徒和我一个姓 也姓范 名叫范盛 只不过电视上都是马赛克 我根本看不清脸 妈妈 我饿了 走吧 给原人做饭吃 我关掉电视 抱起江一元 吃过饭爸爸来接我们去公安局 请警察叔叔帮妈妈改名字 为什么要改名字 因为妈妈不喜欢现在的名字 那妈妈叫什么 我想了想 放爱意好不好听 爱意爱意 范范爱江意 爱意爱意 从此我的世界 满是爱意